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就是上顏色 大家看到這個杯 小小的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來做 喝Sake 日本酒 又可以用來做 喝中國茶 亦都可以用來 裝雞蛋 我做出來的願意就是 早上用來 吃早餐 放雞蛋進去 因為我家裡沒有裝雞蛋的工具 好了 我們今天填這個顏色 我就選了 Kimchi 看看哪一種 這是Kimchi 這隻Kimchi的顏色 做出來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顏色 應該是什麼樣子 大家看到嗎? 1436 就是這隻Kimchi的顏色 我們首先看看 顏色是否很稠 我覺得比較稠 你看看 我需要加點水 我旁邊準備點水 我加了兩匙水 然後我再攪拌 然後我再攪拌 應該可以了 正常來說 我們應該用一個碗 用一個匙羹 把顏色 但因為這個杯子太小了 我們這個功夫就散卻了 我的手就是這樣放進去 然後 就掃這個 Kimchi色上去 大家看看 你看 那些花紋 我們也要用一個筆 去搖一下 去搖一下 換一換手 好 好了 這樣就叫做油圓了 油圓之後 我怎樣才能看到它的花紋呢 我又預備了一塊海綿 海綿應該是濕了一點水 我已經濕了水了 已經 抹了它 抹了它的時候 那些花紋就呈現了出來 用另一邊海綿 乾淨一點 底下有我的名字 那這個邊呢 我們再洗一下海綿 再抹乾淨它 變成白色之中 它又有些紫色 不是紫色 對不起 白色之中有些Kimchi顏色 若隱若現 好了 既然是裝雞蛋的 裡面我當然想是白白淨淨 口邊可以拆一拆 拆好它 大家看看 這個杯子 就這樣叫做上完色 我這裡抹乾淨它之後 我就給大家看看 這個杯子 我今天就上完色 好像很簡單 其實 剛才之前 我已經上過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 我是上深紫色 上完深紫色 你也是這樣 抹乾淨它的顏色 它的花紋 因為凹凸 太厲害 所以大家看到 顏色都藏起來了 以上糕 有一塊 設計 我就下了一個黃色 因為紫色和黃色對比 應該是很漂亮的 我就留下白邊 中間也留下空白 因為 燒完出來的時候 它應該 效果會更加漂亮 底部 是有個花紋 我也上了一點色 雖然老師說 不可以 有顏色在底 因為燒的時候 顏色會融到底部 就黏住了 好了 另外我想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 麵糊色 我這個電話座 是不是很漂亮 這個電話座 也是上了麵糊色 也是上完之後 就抹了些顏色 讓它的花紋燃一點 燒出來 希望好看一點 中間這個心 我就沒有抹到 還有我後面 看到我好像漏抹了 這個漏抹了 就花紋不出 抹了出來 花紋就燃很多了 你說 旁邊有些烘 其實這些不重要 這應該是一個設計 有一點點烘 又好像有些古蹟的味道 這樣會很好看 燒出來的顏色應該很漂亮 剛才我又預備了一個藍色 你看這個淺藍色 是不是 其實燒出來是深藍色的 這個 我也是做出來放相機的 或者是放電話 不是相機 說錯 放電話 或者放iPad 總之就 不用經常拿著它 在同一時間 在同一時間 我亦都做了一個 這個顏色是 墨綠色 現在看到有一點點綠色的成分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形狀的印 所以 上了這些顏色 再抹它 它的效果就會很漂亮 好了 今天 就教大家 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我上色的方法 下次我再教大家 如何用一條新鮮的泥 去做一些陶瓷 多謝各位